大家好,我是李船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 走进航海人的生活 上期咱们提到了船上的节假日 你比如说我们船嘛 今年春节 我们一共放了多少天假呢 三天 既然提到了节假日 那有几个问题呢 相信大家是一定比较关心的 除了春节 你们船上还放什么假呀 就是说一年船上有多少节假日呢 咱们一般来说啊 你像元旦 春节 清明 端午 中秋 这五个节日 对于华人来说 那是一定要有的 这是最基本的 那其他就看公司的规定了 那说到这儿 有人就会问 你船上有不同国籍的人怎么办呢 比如说有菲律宾人 有越南人 有缅甸人 还有欧洲人 这个怎么办 不可能都过你华人的节日去 答案是这样的 有的公司 他就不管你是哪个国籍的 一律按照我这一个标准 比如说就过华人的节日 算了 大家都一起过 有的公司呢 就是把它分开来算 你是哪个国家的 你就过哪个国家的节日去了 对不对 你过你的 他过他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这些节日 有没有福利呢 过年过节了 谁不发点福利啊 是吧 有吗 这时候啊 天空中就飘过来 五个大字 这都不一定 有的公司 他过节这天呢 是给船员基本薪水的三倍 有的公司呢 就说给这一天啊 多给你一天的伙食费吧 有的公司呢 规定是有一定数目的奖金 所以说的 不一定 还是得看公司的规定 公司的标准 作为一名船员 你选择了一家船东公司 你要上他的船来服务 其实是对这家公司 所付薪水 以及福利的一个综合的选择 当你选择了这家公司 在你心目中 实际上已经对公司的 各项福利待遇默认 并且已经感到了平衡 否则的话 你还选他干嘛呢 你一大可不必选择嘛 找下一家就好了呗 这个道理啊 就跟找媳妇一样 别老盯着别人的媳妇看 总是拿不同公司的优点 给他单独挑出来 然后和自己的公司去做比较 你这样做的话 什么好处也没有 只能让自己别扭 所以有的船员呢 那真是一身的负能量 他走到哪儿就抱怨到哪儿 也不拿来的那么多的牢骚 反正永远也快乐不起来 咱比如说这个加班费吧 不同的公司规定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采取包干支 就是fix OT OT就是overtime 就是固定加班费的意思 你不管加不加班 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数目 到时候发放给你 那还有的呢 就是把这个加班费分成两个 一个是固定的这部分 再有一部分呢 是可变的一个加班费 这个可变加班费 就是由船上的主管 比如大副轮机长 那根据每一个人 实际的加班小时数 做记录 然后再乘以一小时多少钱 记录下来之后 每个月再给你算一次账 他是这样的 那这种方式呢 其实是很容易造成矛盾的 你比如说 下面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故事就是如此 光头轮机长 和维京海盗同降 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为这个可变加班费 引起的 在某年某月某日 某公司某轮 正在航行呢 这时候是晚上十点多了 我看差不多也该休息了 咦 这时候电话就响了 我一接 是铜匠打过来的 这位铜匠 哪一国家怎么不说了 他就属于那种 什么都不愤的呢 刚才说的那种人 在他心里面有两个不好 一个是这也不好 一个是那也不好 反正从来就没满足过 所以大家给他起外号呢 叫维京海盗 我说 同家里问你什么事啊 他说传达 我是关于加班费的事 我这么一听就明白了 早有耳闻 我说好吧 我说你今天是想解决这件事 对吧 那行 我说你去轮机长房间 我呢 随后也去 好不好 咱们今天晚上 把这件事彻底解决 他说行 电话就挂 这个事情的前提是这样的 他每次收到加班费之后 他就去找轮机长 就说你给我记录的 怎么比我自己记录的 要少呢 你给我的加班小时数不够啊 就多次找轮机长 人家轮机长说 第一 我给你记录 对不对 我是如实记录 第二 这个加班可都是大家一起加的 不光你一个人 如果说记少了的话 那大家都应该有意见才对啊 怎么别人就没事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有意见呢 他说那不行 我自己也记了 说你记的就是比我记得少 因为这个就吵吧 吵来吵去呢 最后也没有结果 最后把轮机长给弄翻了 弄翻了说 我解决不了了 你找船长吧 我没法解决 你找完船长 你告诉我 随时恭候你 这不今天晚上 他就来找我来了吗 当然在这个之前 我是早有耳闻 这个轮机长 早都跟我讲过这件事了 这位轮机长 是个欧洲人 那个子还不得有一米九几 大秃头 油光瓦亮的 浑身还都是毛 他基本上 在长行的时候 每个周末 都约我到他的房间 小聚 来请我喝福德加 我觉得船长 轮机长 平常聊一聊工作 增加一下感情 这也是好事嘛 所以每次我都去 可是这福德加 我可是当时喝不惯的 喝两口就是特别难受 后来我一看 我干脆自己带酒吧 二锅头 有一次我们俩聊嗨了 换酒喝 他喝二锅头 我喝福德加 结果两个人全趴下了 当然了 没喝醉啊 就这么一个形容 有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你 怎么酒量怎么这么大 你怎么那么能喝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小时候啊 经常下河摸鱼 他们那冷了 怎么办呢 下河之前 把肚子里的那个气啊 呼呼呼 全都给吐干净 吐干净之后啊 一大杯福德加 一口闷 闷下去之后再憋气 然后下河摸鱼 什么都能摸得到 厉害吧 所以他酒量大 所以呢 这个轮机长是个很豪爽 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那就接着刚才说吧 我就到了轮机长房间 我们俩一见面呢 相视一笑 嘿嘿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早都商量好了 该怎么办了 就等你这一天 这时候同江敲门就进来了 他一看他还带着加班费的那个签收单 还带着他自己记录的那个小本本 进门之后他也没理轮机长 轮机长也没理他 他就一屁股坐下来啊 就拉着我就跟我讲 说你看我每天都加班干的是什么 时间有多长 我都有记录的 一页一页的翻给我看 说你看我这个全部都是真实记录哦 说的反正有鼻子有眼 跟真事一样 他就说 哎 船长你看我多不容易啊 是不是 每天我出了干活 我还要记这些东西 差点把自己给说哭了 我当时就耐着这个性子 我说你行差不多 你说完了吗 他说我说完了 我说你说完了 我说 我说你这个事啊 好解决 你这样 你从明天开始 只要你加班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跟你一起去 咱们俩用同一块手表 给你这个加班做记录 好吧 你到底干了多久 干的是什么内容 你明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加班之前给我打电话 那这位铜匠听完了之后 是坐在那里 捏呆呆发愣 傻眼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本来我们以为 这件事到此就圆满结束了 没成想 紧跟着就发生了一件 出人预料的事情 我和轮机长 勃然变色 这件事也导致了 这位铜匠 在下一个港口 直接被遣送回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期接着聊 那好 这期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订阅哦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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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